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蘑菇這一家 趕快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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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準備從大阪一星之家出發 出發前看到房東的一隻貓咪在睡覺 我們步行六分鐘前往地鐵借金本町站 準備開啟今天的美好旅程 今天我們使用大阪版的奈良班鳥一日券 零吃卡票券可在使用期限內 不限次數搭乘使用範圍內的各種交通工具 反不斜走到腳超痛 於是滿了新鮮陪我們走去新的景點 南梁公園 南梁公園位於南梁縣南梁市 以昔日的南梁都平成金營址為中心的一處觀光景點 來這裡可以買鹿煎餅餵食野生鹿喔 只是這些鹿群非常貪吃 只要拿著鹿煎餅他們就會一臥風的靠近 而且會為了吃還一直咬我的衣服和背包呢 感覺就是命令我趕快餵食他們 南梁公園內約有1300頭親人又不怕生的野生鹿 這些鹿自古以來被視為春日大聖神明的使者 所以南梁的鹿還被指定為國家天然紀念物呢 東大寺南大門 高約25公尺是南大寺的正門 鑒於西元1203年 是大型墓字寺廟門口 採雙層屋頂設計 畢設有兩座巨型手錄像 東大寺位於日本奈良縣奈良寺雜斯丁 是華岩中大本山 南都七大寺之一 巨景影有1200多餘年的歷史 1998年作為古都奈良文化財的一部分 被列為世界文化漁材 那我給你走啊 東大寺大佛殿 東大寺大佛殿 正式名稱為東大寺金堂的大佛殿 正面約57公尺 神約50公尺 高約48公尺 規模相當玉大宏偉 是世界最大規模的牧章 建築 疫情前每年都吸引超過 一千多萬名觀光客前來造訪 一進入店內 映入眼簾的是 充滿威嚴和魄力的大佛坐像 大佛的正式名稱為 魯瑟那佛 被尊奉為華岩金的教主 意思是照亮世界的佛主 閃耀光芒的佛主 高有15公尺的大佛坐像 是日本最大的同住佛像 無論從正面 左側面 右側面 都能清楚地欣賞大佛 大家都拿著手機 一直捕捉大佛的雄偉 親眼目睹內心的震撼 真的難以形容 我們也跟其他旅人一樣 驚慨連連 現存的東大寺 是於江戶時代 第三次重建後的建築物 雖然現在也是世界 最大規模的木造建築 創建時的大佛殿正面 可是比現在的大佛殿還寬敞呢 立於大佛殿前方的金銅八角燈籠 為創建當時的重要儀構 好 大佛的右后方有根大柱子 柱子底部有个巨座和大佛鼻孔一样大的洞 相传只要穿过这个洞就能无病到招 所以有很多参加校外教学的学生和国内外的观光客 都会来这排队穿这个洞 柱子周围也围满想拍下装作画面的人 这个洞高约37公分 宽约30公分 深度约110公分 身体要侧身 手要用力拉就会比较好穿过去哦 来到东大市千万别错过这蛮特别的体验哦 继续走下去会经过纪念品店 有卖很多明信片小教室 御守和日式钱包 现在看到当时的旅游片段 会觉得早知道我应该多买一些回来才对 因为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再去一次卖凉 再去一次东大市 现在只能看着当时的旅游片段 回忆疫情前自由自在的美好时刻 平时的旅游片段 在岁上也有不同的旅游片段 就是不怎么看的 鞋子的青年的旅游片 하나 小狮游片 这位呢 因为我们在 Apps 公命南部 老公 今天 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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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完東大寺後 我們要往二月堂的方向前進 沿途走在其中 能夠感受到不一樣的氣氛 途中時不時還會遇到可愛的路呢 他們跟柴犬一樣也喜歡凹凹腳 這裡的路群真的不怕生 我們只要坐在路旁上的長椅上休息 他們就會靠近討食物 可惜我們剛才買的路肩餅 已經餵完了 他們還沒給他吃的 他們還沒給他吃的 他還不理你 他還沒給他吃的 二月堂建於東大寺寄內東邊的高台上 建於公元八世紀 現在的建築物於1669年再見 採五台照的建築方式 在這裡可以將暖涼盆地一覽無遺 欣賞這裡獨特的美景 這裡尤其是傍晚時的景色特別值得欣賞 阿 你就許願吧 就這樣就好了 就是這樣就好了 就是這樣就好 現在在奈良的惡院場 現在我們要走去春大社了 走在樹蔭下溫度一下子降了好幾度 少了陽光的加持越走覺得越嫩 今天應該要多穿保暖一些的衣物 在湯隊上馬上走 有陽光的帶來自從大延長 在天裡的山東方方向來要走 在天堂上千萬元 在天堂上海裡的衣物 在天堂上爬過了 是因為水平的衣物 朝後來去沖滾 一直在衣物 衣物 在天堂上海裡的衣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春日大社是奈良公园内最知名的神社 建于西元710年初建时据说是为祈求国家繁盛以及繁星平安 为全日本约一千多所春日神社的总本社 于1998年12月被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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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不想花時間等公車 也可以嘗試騎腳踏車游奈良 時間比較彈性也更加有趣 奈良公園內有很多免費的駐輪場 可以停腳踏車 第二次去奈良玩就有租腳踏車騎 是個特別的體驗 如果對枫葉劍的奈良有興趣 也可以看看我們2016年的影片 旅程的第七天 我們原本打算要去黑門市場 臨時決定在住宿附近逛逛就好 這裡有很多商店和藥妝店可以逛 我們這幾天都往外跑 反而住宿附近的商店都沒有逛到 只能趁待在大阪最後幾個小時來逛一下 沿途逛了不少商店就走到新災橋了 也逛了不少特色商店 這裡還有賣毛線的店呢 跟民宿房東道別之後我們就準備前往機場了 地鐵建金本町站沒有電梯 跟我們一樣拖著大型行李的大家 可以走到船廠批發商場內搭乘電梯 再走到地鐵站 這樣就可以省下搬運行李的力氣囉 打工 直接硬撞動 好嗎 像雞皮疙瘩 雞皮疙瘩 烘漢 雞皮疙瘩 打工 入山 美好的旅程总是如此短暂 我们等日本关系七日自由行就这样结束了 行前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规划与安排第二次的自由行 行程大致都有按照我们行前的规划走 虽然旅途中时不时会因为天气因素而改变行程 最后我们第二次的自由行还是很圆满的画校逗号 因为日本还是有很多值得前往旅行的美丽景点 可惜我们这次因为时间的关系都来不及照报 期待之后能够完遍日本隔壁 你们在安排旅行是跟我们一样喜欢事前安排派的呢 还是机票订了去而再说的水星自由派的呢 也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哦 感谢观看 现在要找美美去了 美美 你不要挡得折美美 美美 好了好了你先等等 先不要走先不要走先摸美美 美美美 美美美好想你 好想你喔 我再来看 turns 穿不是 所以这次真的装更美美 昨天 Buch 真的太恐怖了 我一买那个鲜 п 立刻衝过来 美美美 等待疫情结束之后 我们都能完成被中断的旅程 记得订阅芒果这一家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影片哦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咯 拜拜